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仔術K 我是主持人秦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前面上映的女鬼橋呢 當時的我啊 害怕極了 現在大雨之勢呢 要將它改變成遊戲啊 豈不是要逼人鄉親的很恐怖的畫面嗎 還好我現在錄影的時候看不到畫面呢 要不然信不信我當場哭給你們看 女鬼橋開魂錄是改編自2020年上映的 懸疑驚悚電影女鬼橋的第一人稱隱蔽類恐怖遊戲 以真實台灣校園為背景 十大校園恐怖傳說文明的 東湖大學女鬼橋為故事 講述東湖大學校園裡一座橋上 有一個陰魂不散的女學生鬼魂 一群不信邪的大學生 在女鬼橋舉辦試彈大會挑戰競技 沒想到真的開始遭遇各種奇怪的事件 遊戲採用第一人稱視角 玩家將扮演舉辦試彈大會的學生 手無寸鐵的你 要隨時觀察四周及時逃跑 利用隱蔽空間躲避女鬼的獵殺 透過探索暗夜中的校園 來獲得物品與資訊 破解各種機關 謎題以及來自女鬼的詛咒 收集關鍵物品後 足以解開 隱藏在校園靈異傳說中的謎團 最終拼湊出背後的真相 女鬼橋開魂錄 預計2022年內登上Steam平台 並會參加2月的Steam新品節 有膽識的玩家可別錯過這一款遊戲喔